我初一十五我都有买生果我都有办 双手核实眼眶犯累 强调自己逼不得已把母亲遗体 冰在冰箱五年 新北市巴黎十六号传出骇人的冰箱藏尸案 警方落月调查约谈死者儿子 17号下午新北殡仪馆相宴 死者无外伤死因为休克 但嫌犯涉嫌未造文书 诈领妈妈养老补助 检察官训后将她无保请回 你今天放在太平街也是办 那我今天放在这边我也是办 今天如果不想照顾我妈妈 我根本不用回到台湾来 这起害人事件会曝光 却是因为嫌犯救赌国中女儿 跟老师说阿嬷躲在冰箱躲不出来 吓得老师通报警方 嫌犯却变称妈妈住疗养院不在家 原谨回应我们是来帮助老奶奶的 这才突破嫌犯新房 自称没钱下葬把母亲藏在冰箱 嫌犯才在大陆经商一次生意失败 只是五年来没工作 喊求不把老夫人下葬 监警怀是为了诈领母亲周地受补助 每年八万元 加上伸张 重阳礼金 健保补助 藏尸五年 至少诈领六十三万 那目前因为我们没有要求民众强制除铺 所以我们也怀疑了这个爸爸 是要刻意的隐匿这个状况 把病相当目种 让母亲长达五年无法入土为安 最后竟然是女儿无印间揭露 让这起人伦悲剧 瘫在阳光下 记者黄明君 陆雨昕 西方报道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很开启小铃铛哦